我们请会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南昭御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继续来修觉华眼师缘门 319页 问若心外更无别境 有乎皆由心成者 如人牵献帐外何故 也有人去故时心由未有 何时故时无 何明游心成烟 那么 这个问呢 就是说他针对了这一本叫 维心回转善成本 那么维心回转善成本的重点就是说 一切为心造 所以前面呢 前面一句 前面一段他有提到 心外如境界 如成虚妄见 如果是 都只是心 心外 并没有真实的 心外的境界可得 不心外无法 一切只是你的心而已 你的心的一种显现 那现在这个 外人呢 他就问啊 如果是照我们讲 一切都只是心的显现 所以说心外更无别境 那有跟无呢 这个东西是有还是没有呢 也都是由心来决定的 由心来呈现的 你认为有 心认为有就是有 心认为无就是无 都是由心所成的 那他就提出一个问案 他说 譬如说 现在呢 有一个人呢 只是看到这个 帐外有物 就隔着一个东西呢 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东西 譬如说 我这个桌子 桌子下面呢 现在大家看啊 我这个手上 有这个毛巾 毛巾呢 我现在放在桌子的后面 这就是 桌子的后面呢 有一条毛巾 对 帐外有物 因为你看不到桌子后面 但是呢 现在呢 大家有眼睛看着 桌后 师傅把 毛巾放在桌子后面 所以呢 你们现在 大家心里都知道 什么 桌子后面有没有毛巾 有啊 一条毛巾 对 因为师傅刚刚才把 毛巾放在桌子的后面 所以是有的 可是呢 哎 过了五分钟之后 有人把这条毛巾移走 那你们这五分钟的时候呢 你们去别的地方 办一点事情 比如说下课时间 你就休息十分钟再回来 然后在五分钟的时候呢 有人把这个毛巾移走了 可是你们不知道啊 有人把毛巾移走了 你们并不晓得 所以别有人去故时 心油会有 这个油 其实是 算是有错字啊 那我师傅有写了 心油 这个油 这个油应该是 这个 犹太的油啊 就是说 仁然 仁然的意思 因为你没有看到 有人把他移走了 你没有看到 所以你认为 哦 有啊 这个桌子后面 刚才有毛巾啊 但是有人移走了 你却不知道 所以呢 你心里头还是认为 什么啊 有一条毛巾 对不对 在桌子后面 心油会有 但是 事实上 耳识四五五啊 啊 四十五 事实上 毛巾已经被人家里 移走了 可是你 没看到 你以为 仍然有毛巾 其实这个事情 常常发生啊 对不对 我们在家里头 我们一个东西放在哪里 对不对 那家人有时候 会帮我们 怎样 比一下 还是动一下 对不对 你就找不到 但是呢 哎 你假设没去找的时候 你会一直以为 那个东西 一直放在原来的地方 就是这样啊 心都会有 可是事实上 东西已经没有在那里了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在哪里 并不是你的心怎么想 你的心怎么认为 东西就有在那里 或者没在那里 并不是说都是由你的心决定的啊 哎 好像讲得也很远道理 是不是 你现在说一切为心造 他都是你的心 认为有就是有 你的心认为没有就是没有 那问题是 这个人把他移走了 你不知道你还以为有 事实上却已经没有了 事实上没有 你确认为有 那你怎么会说 这个事情 东西的有无 是由你的心 来做完全的决定呢 一切为心造 心外无境界 所以他就提出这样的问 说好像不是说都是你的心吧 那主师回答 若随虚妄心中转者 此障外物 亦随心之有无 此亦心随去故不去故而转 他说啊 如果从虚妄心来谈的话 随随着心外心而转 其实也就是说啊 你认为东西是有 还是无 这是一种虚妄的分回心 我们常听到很有名句话叫做 原句 原句不生 原上无灭 有没有 原句不生 原上无灭 也就是说 世上东西并没有来去 没有来去 也就没有所谓的有无啊 来就是有嘛 去就是什么 乌嘛 是不是 所以没有来没有去 所以也没有有 也没有无 见来见去 见有见无 这都是你的虚妄的什么 分别心 比如说大家认为现在 我 有没有毛巾 我手上红毛巾 有毛巾 其实是你的虚妄见 有毛巾 我手上有毛巾 其实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毛巾 那种 原情信空 只是一些线而已啊 对不对 我手上只是一堆线 也没有真正的毛巾 毛巾只是你的一种虚妄的分别 虚妄的取向 认为好像有一条毛巾 对不对 其实就算你看到有 也不是有啊 是不是这样 那接下来没有了 没有了也不是没有啊 对不对 本来就没有有 怎么会有无呢 所以没有有也就没有无 所以你认为有 还是认为无 你认为有毛巾 或者是无毛巾 都是你的虚妄的什么 虚妄的分别心的意义 并没有真的说真的有毛巾 或者真的没有毛巾 这些事情 在真实的法界 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的这个真实的法界 并没有有无的这种分别 并没有有无的分别 有无见有见无 那是你的虚妄的分别心 所以他说如果说从虚妄心的角度来谈的话 那当然说 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所谓的有或者是无 但是这个都是虚妄的 虚妄的就不是真实的 眼睛就算看到也不是真实的有 眼睛就算看到真实的消失的也不是真的就没有 所以叫缘具不生 缘善无灭 缘具不生缘善无灭 所以你看到有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有 你看到无也不是真正的有 这个有无是你的虚妄的分别见 分别心 所以如果从虚妄的角度来讲 从虚妄的分别心角度 当然你也可以说 这个 这个帐外的东西 屏帐外的这个东西 桌子后面的毛巾 那你也说它是有还是无 但是都是虚妄的啊 虚妄的就表示这是不能执着的 都是虚妄的 就算没有人拿走那条毛巾 它仍然是虚妄的存在 虚妄的存在就是并没有真实的存在 那如果仍然有毛巾 你认为不存在 那你认为的不存在 也不是真实的不存在 也不妨碍它 它有存在 因为都是虚妄的吧 那大家懂得意思吗 就是说 其实因为 已经落入虚妄的时候 就不用去争辩 对还是错了 因为 都是虚妄的 虚妄的对 虚妄的错 虚妄的对 就是真的对吗 你不能说虚妄的对 是真的对啊 是不是 虚妄的有 就是真的有吗 是不是 虚妄的错 就是真的错吗 虚妄的无 就是真的无吗 所以虚妄的有无 虚妄的对错 你事实上是可以 不用去 去争辩的 什么叫虚妄 我们最常再举一个例子 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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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做梦呢 梦到呢 我得到了一千万美金 对不对 然后呢 后来呢 我这一千万的美金呢 又被小偷偷走了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到呢 我中了乐透一千万 哇好高兴喔 然后呢 结果呢 他这一千万 不知道怎么样 又被人家弄走了 那你说到底 到底我有得到吗 我有失去吗 在我梦中 做梦的时候 你真的有得到吗 你真的有失去吗 这叫虚妄 虚妄的有 其实虚妄的有 并不是真的有 虚妄的无 也并不是什么 真的无 所以你不需要再去争辩 这当中的得失 有了 比如说 那当然 如果从虚妄的角度 你要说有 虚妄的无 可以这么想 但是这个 这个 没有什么好争辩 你说有也可以 说没有也可以 为什么 这都是没梦见 你有的 在梦中 你得到一千块 失去一千块 你说有还是无 其实 那个已经 不是很重要 对不对 只亦 心随去物 不去物而转 但你也可以说呢 这个东西有移开 或者东西没有移开呢 你的心也是随着这个 这个东西移开了 或者没移开 没移开你就认为 仍然在哪里 移开了你就认为 不在哪里 这个也是一种虚妄 的分别心在转 简单讲 这个东西的有无 或者 因为东西有移开 或者没移开 这都是你的虚妄 心的分别 而不是真实心 那到底真实心 是怎么样 来去看这些东西呢 那底下下一段 他会讲 真实的看东西是怎么样 看 若论如来藏性 真实 尽心说者 此物不动 本处 体硬时方 性本常转 重移到他方 而常动本处 这个才是 一切法的 我们用真实尽心 去看这一切法的真实相的时候 每一个法都骗一切 不到本处 而体硬时方 譬如说这个毛巾呢 毛巾起性空期啊 对不对 毛巾是不是起性空期 没什么 因为缘起性空 没有自信 对不对 毛巾是缘起性空 没有自信 性空 毛巾起性空期 那空有没有移动 空就不会动啊 对不对 所以不动本处 诶 这个体性能够讲 空是不是骗死吧 是啊 对不对 所以不动本处 而骗死吧 就是说 如果你真正用 如来藏性真实尽心 也就是你了解了 法界缘起 法界缘起 依其一切 一切其一切的道理 有这样的一个真实智慧心 来看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随着这缘起 缘灭的这个假象 而去做虚妄的分离 因为一切法 都是一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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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本处 合骗死吧 这个是法的真实相 你看到毛巾在这里 或者在那里 那个是原生原灭的虚妄相 毛巾在桌子前面 在桌子后面 还是说被人家依来欲去 这个是原生原灭的虚妄相 那毛巾的真实相 真实性 是什么 不动本处体应识 这个才是毛巾 乃至一切法 一围成 那一围成也是 不动本处而变死 所有的围成 都是不动本处 体变死 所以性恒常传 就是说性恒是不动的 恒就是不动 恒常不变 性是恒常不变的 可是会随着因缘而有变化 不同的现象 不同的现象 所以众算是移到别的地方 那就是随缘而现 可是它的体 仍然是怎样不动的处 所以叫性恒 性恒就是性恒 常转就是什么 缘起来 性恒随缘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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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转 一下子看到毛巾在左边 一下毛巾在右边 或者等一下毛巾在前面 毛巾在后面 这就是 移来移去 移转到他吧 可是毛巾的理性 是很常不动的 正是缘起的自在理 甚至毛巾就是骗一切处 毛巾是骗一切处 那你看到在左边在右边 在前面在后面 那是什么 原生原面的虚妄像 原生原面的虚妄像 那不是真实性 那看到真实性 那就是毛巾便宜切处 任何一层 任何一个围层 都是便宜切处 都是便室 就算是说 他看到他的身面变化 其实那是假象 他是不动 不动本处 这是缘起的自在理 缘起法而无事 不动本处而变十八 所以叫做自在理 那不动本处而变十八 就是自在理 不是变化 不是说以神东力 把它变到东 神东力 变化力 把它变到西 不是了 是缘起法而无事 随缘而现 可是 起变十吗 所以呢 你看到东西的有无啊 其实呢 那只是你的虚妄的分别心啊 那虚妄的分别心呢 也是没有离开你的心啊 所以呢 也是心外无别境 那不管是看到有 看到无 到底东西有没有在 那其实都是你虚妄的分别 真正一切法的真实性 那就是你的 层住真心而已啊 就是你的一真法界性 以外的自体法界 自体 都没有离开自体啊 对不对 那叫自体法界 自体法界 显现一切万法 那一切万法 还会在这自体法界 一切万法 还会在这自体法界 所以 那当然是心外无别境啊 心外无别境啊 心外无别境啊 这是法界源起了自在力 并不是说 变化而造成的 不是变化神通而造成的 好 所以这个问答呢 就澄清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326师父的一个说法 他说 如来藏尽 真实济心所者 自信清静 无信随缘 则空极有 虽有而不爱空 以全空成有故 随缘无信 则有极空 虽空而不爱有 以全有成空故 所以就是 缘起信空 所以就是 信空缘起 无信存缘 就空极是射 可是呢 既然空极是射 那有就是 有也不爱空 那缘起信空 那空就是有 那空也不爱有 全有而有成空 所以其实呢 这段意思就是说 有跟空 有跟没有呢 你不要去虚妄的分别 因为 有跟空 空跟有两个 是一体的两面 有跟空 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今天才可以讲 射体是空 空体是射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去虚妄的分别 有无奈 不要再去虚妄的分别 那有跟无 都是 都是 唯心所造 唯心所现 唯师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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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虽妇七处九惠 而不离极灭道场 所以大家就说 虽然华严经呢 有七处九惠 我们也修许过华严经了 对不对 七处九惠 在普及场 在这个 道立天 什么天 怎么会有七个地方 那九次的这个说法 的法会 而是能不离极灭道场 所谓的极灭道场 就是那个空性 不动本处 就是那个不动本处 而变十方 而变十方就是那个七处九惠 所以 虽然到了十方七处九惠 可是呢 不动本处 虽然不动本处呢 可能都不变十方 所以七处九惠是随缘而现 不离极灭道场 那就是什么 本性空情 本性空情 极灭道 极灭 你看到极灭就知道了 极灭就是空啊 当然这个极灭道场 你也可以说就是 菩提树下 你也可以说是菩提树 为什么 因为一极一切一切的极灭 都没有离开菩提树下 都没有离开菩提树下的那个金刚坐上 虽然他到了高地天 虽然他到了一夜摩天 虽然他到了这个龙王那里 龙宫 可是 他仍然没有离开极灭道场 而动本处 一极一切 没有离开一 而到了一切 在文文经也说 文书是利不来向而来 不见向而见 此此未有 不来向而来 不见向可见 不来向那就是信空 信空中怎么会有来呢 对不对 信空中怎么会有见呢 所以不来向 不见向都是讲这个信空 那而来而见那就讲人情 所以都是这个不动本处 而变时方 不动本处 所以不来不见 而变时方 那就随缘的而来而见 对不对 因为讲起来这个还是什么恶地 是不是 讲起来这就是恶地 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不动本处是信空 体硬之方是缘起 七处九会是缘起 即面到才是信空 不来向信空 而来缘起 不见向信空 而见缘起 所以其实他 讲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没有离开恶地 那当然进一步 在恶地再更深一点 就叫一起一切 一切起一 所以不动本处是一 一 体硬之方 那就什么 一切 一起一切 一切是一 七处九会 是一切 即面到才 就是一 不来向 一 而来 是一切 不见向 就是一 而见 就是一切 好 所以就是 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 一己 一切一切起 那么 其实 此宣文就是 一直在 重复在讲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好 这个是 维心回转 赞成门 第九门就结束了 他就是 这个问答 去解释出说 对 对 一切违心造 难道一切有无都也是违心吗 有人产生疑惑 那 顾初门上就来解答 解答 以理确确 有无都是违心所造 那 其实有无 你认为的有无都是虚妄 都是虚妄分别的 那么 真实的这个自体法界 真实的自体法界不是有无 可以去 异想分别的 不是用口无可以去异想分别的 真实的法界意 好 最后一门 诗学门 最后一门 第十门 脱事 显法 生结门 脱事 有透过这些事项上的东西 来显现 法 这个法就是 自己法界 或者是所谓的普提 普提 透过这很多的事项 来显现 自体法界 显现这个普提 来帮助众生了解 生结 所以呢 要透过这些事情 来帮助众生了解 真实的法界意 透过视频来帮助众生 了解真实的法界意 这就叫做脱事 显法 生结门 所以此月至说啊 第十脱事 显法 生结门 此月至说 因为 众生能够了解了真实法界 自体法界 自体法界的道理的时候 就会有智慧了嘛 就会有智慧了嘛 就会有智慧 就会此月至说 啊 怎么样会有智慧 透过这些事项上 的现象 来帮助大家了解 一真法界的事实 透过总统的事项来帮助大家 一定真法界 自体法界的这个事实 这个道理 那你就会有智慧了 那你就会有智慧了 一成教的这种 一切准智 一切准智 好 这个是此月至说 因为了解了 了解了 那你就会有智慧了 言托事者如今举金色世界之事 即显时 时起于时迹之凡 一切传一切带等 事是形体也 托事 什么是托事呢 譬如说经典的白衣经里头 他就会讲这个金色世界 那我师父有讲 金色世界就是文殊菩萨的境骨 文殊菩萨的境骨 金色世界 所以我们来唱空 这个寇宗祭啊 画面会唱 就是南摩金色世界 金色世界 金色世界 这个文殊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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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金色世界呢 种种的这个现象事情呢 那这就是开始要显现 他的什么 实际之法 那什么是实际之法呢 我师父可以讲他叫做 就是真读啊 真读 真读一体 也就是所谓的自体法界 那真读理体 也就是所谓的自体法界 我们在词学们讲的 用的这个词 叫做自体法界 就是这个真读 真读其实就是有那个 如如不动的意思 所以他用如 真实的 如如不动的这个 实相 那也就是自体法界 所以这个自体法界都没有变 也没有动啊 嗯 你看到的是 实法界 那只是一种现象 嗯 那这些现象 其实都是那个自体法界 就是那个 前面讲的叫 违心违转 的那个违心 违心违转 那个违心 那个心就是 这里的实际之法 实际之法 就是违心而已 啊 就是真读 就是自体法界 就是违心 就是一心 啊 违是一心 所以呢 在今天里头 讲的很多文书菩萨 他金色世界种种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要显现了这个 实际之法 自体法界 啊 或者是一线违心照 啊 那 那金色世界里头 就是一线床 一线盖 这些种种的事情 啊 会讲到他哦 他有什么床啊 有什么盖啊 就是种种的庄点物 啊 金色世界有种种的庄点物 其实 极乐世界也是一样啊 我们 金色世界比较不熟呢 我们看极乐世界 啊 我们改一下 一样的 颇事者如今举极乐世界之事 极显十其余十其之法 啊 一戒 七宝堂树 一戒八宫得嘴 一戒 啊 什么什么鸟 什么 哎 一样的 相通的 啊 一样相通的 啊 所以呢 我们阿弥陀琴大家没有熟嘛 对不对 啊 一戒 七宝堂树 一戒八宫得嘴 啊 一戒这些 啊 这些鸟啊 啊 这些啊 都是什么 形体 啊 就是 由这个 本体 啊 由这个本体所显现的 啊 由这个本体所 所以我师父他讲 一切事项 皆真如一体之所显现 一切事项 皆真如一体之所显现 所以金色世界也好 极乐世界也好 乃至我们中国世界也是啊 其实我们现在中国世界 难道不是我们 我们的心所显现的吗 也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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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么多 不美好的事情发生 也是我们的心所显现 所以心静 则什么 国土静 对不对 啊 这个为我心静 对我们 啊 心静则国土静 相反的 心慧 则什么 国土慧 为什么五卓二世 这么 这么糟糕 就是我们的心 有很多的烦恼 五卓 五卓二世 怎么来的 这是我们的烦恼心来的啊 然后烦恼心去造业 对不对 你看现在气候 越来越极端 为什么 我们贪真是越来越重 是不是 好 这个是随体界势呢 一切床 一切盖呢 嗯 都是 这个真如理体 或者叫做自体法界 所显现 所显现的自体法 就是叫形体 这个体性所显现出来的 所运作出来的 这个形 就是以运作的意思嘛 运行嘛 行就是运作运行的意思 由这个体性去运行 运作出来的 啊 由我们自体法界 去运行 出来的这些种种的事项 金色世界 金色世界 也好 极乐世界 也好 搜索世界 也好 所有你见到的这些染境 美好不美好的 所有的现象 全部都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自体法界所运行出来的 就是如此 所以 其实这就是违心违转善成啊 是不是 前面讲顺转逆转 对不对 顺转逆转啊 都是你的心转出来的啊 顺转 那就是什么 捏盘 对不对 前面讲 逆转就是什么 生死 所以生死捏盘 如果是涅槃 就是什么 金色世界 极乐世界 对不对 就是顺转 逆转的话 就是什么 收穷世界 顺转逆转 都是 违心违转 都是心转出来的 所以这个心 就是那个灵体啊 所以呢 现在是不是换了 其实这个讲来讲 就是一个道理啊 只是他换了一个名相 违心 违心 那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显法 这个法就是心嘛 这个脱式显法 这个法其实就是前面的那个心 常驻真心 或者也就是所谓的智体法 戒体 对不对 都是我们的心所转的 都是心所运转并行的 所以叫做形体 这叫形体 所以都是一个道理 所以你看他越讲越快 马上要讲完 又如 法界定于 开楼关门 开楼关门下 见尼勒胡萨 所行一致致普及道场 以楼关即楼关则普及相 所以人 嫌法 生 足解者 这个应该是错字 这个足 师父也有讲 应该是生 嫌法 生解才对 你看 那都会尊重那个藏经里头 因为大家都想说 藏经不要 随便乱打 虽然明知道他应该是错字 还是保留 然后在注解里头去说 你说他应该 其实是错字 为什么 因为古人 经典的流动 都是用抄的嘛 对不对 那抄不抄的难免 多一痕少一痕 就变成另外一个字去 好 那把建品那个就是去参访米勒菩萨的时候 大家还有印象 有应该有一点点印象去见米勒菩萨的时候 他见到那个楼关 有没有 非常不可思议的米勒菩萨的那个楼关 好 那么当时 上才同志开了这个楼关的门 就米勒菩萨呢 开楼关的门 上才同志进去看一下 他的楼关 哇 这时候就看到什么 所有米勒菩萨因地的修行 乃至他成佛的情况 全部都在他的楼关里头的一草一木 还是所有的墙壁上 全部都可以看到 一己一切嘛 对不对 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看到 米勒菩萨因地所修的这一切种种的六度万分 乃至他成佛的这些情形 在他的楼关门头的任何一个地方 全部都可以看到 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回去看一下 当时 上才同志去参访米勒菩萨的时候 米勒菩萨就是引领他进去楼关参观 这就是托式啊 看到没有 让他去看到 哇 这楼关的这种种种的现象事项 然后要让他知道什么 楼关则菩萨像 这个菩萨像是什么呢 就是自体法界 这个菩萨就是自体法界 就是前面的正乎 楼关所显现的这一切事 就是自体法界所显现之下 所以我师父可以讲 以楼关 我师父的解答说 以楼关即菩萨所显之下 菩萨所显之下 那菩萨就是前面的正乳 那我师父前面是用正乳 他在这里是经文用菩萨 所以呢 菩萨也好 自体法界也好 正乳也好 实相也好 或者常处真心也好 微心也好 微心也好 一心 其实都是 同一个东西 不同的名字 叫同意意名 同样的一个东西 道理 不同的名字 同意意名 或者是同一个法 和不同的名字 好 所以楼关呢 这些种种 弥勒菩萨的这些修行 乃至成果的这些现象 只是 是菩提所显现的像 菩提所显现的像 也就是自体法界所显现的像 或者就是真读所显现的像 或者就是我们的心 它的真心所显现的像 叫菩提像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让 上台同志 或者乃至让我们可以了解到 原来这一切的现象 都只是我们的自体法界所显现的一个现象 所以叫做托式显法生解 显现出这个 一切唯心照的这个道理 一切唯心照 一切都是古提之像 一切都是自体法界的现象 这叫显法 那生解 让我们可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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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叫托式 那透过楼冠 米勒菩萨的楼冠的这些事项 现象 托式 显法 显现这个常住真心 自体法界的这个真实的法 让我们可以了解 所以讲托式显法生解 若大成宗 宗所明 义托式以显法 即义是显于义离法 前面讲的是一层教 一层教是一切凡一切盖 对不对 一切凡一切盖 一切的楼阁底头的任何一个东西 都可以显现这一切盖 一切的现象 一切的因地修行到成佛 乃至一切的世界 是显现了一及一切 一切其一的这种现象 这是一层教 大成教呢 也有托式显法 但是它的托式显法 不是一极一切一切其一切 它是义是显于义离法 什么是义是显于义离法呢 例如说 六度 六度当中 布施 布施有布施的一个因果 布施的道理 持戒 持戒有持戒的因果 持戒的道理 乃至 禅定智慧 这些都有不同的现象 不同的道理 所以六度分开来讲 这是在大成 所以呢 义是显于义 布施归布施 持戒归持戒 忍入归忍入 四地归四地 十二因缘归十二因缘 所以三层 这就是三层 三层四显三层离 一层不一样 一层呢 一层前面 诸葬存杂 具德文 有没有印象 诸葬存杂 存是什么 一切法门 都在一法门 叫做处的法 然后 诸葬呢 是一法门 具足了什么 一切法门 这是一层教 大家有没有 他说 说布施的时候 一切法门 都是什么 都是布施 有没有 说布施的时候 诸葬也是布施 忍入也是布施 智慧也是布施 但是在大层教不行 大层教 布施是布施 诸葬是 诸葬 有布施的道理 布施的现象 对不对 诸葬有诸葬的道理 诸葬的现象 一层教不是这样 一层教 布施 那 诸葬也是布施 忍入也布施 禅定 智慧 一切法门 通通都是什么 布施 那如果说慈见 布施 也是慈见 忍入也是慈见 禅定 智慧 都是什么 都是慈见 这是一层教 大层 三层教 不会这么讲 就不会这么讲 所以 虽然大层 大层 大层呢 也有佛式宣法 但是 他是义士 显于义 一层是 一显于一切 一切显于一啊 是不是 一显于一切 一切显于一 没有什么义的 都是义 所以叫唯有一佛层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大层 或者所谓的三层呢 他是义士显于义 所以他也有脱式显法 那个法就是道理的意思嘛 所以他显的法 显的道理 是不同的道理 不同的道理 而一乘 显的是 相同的道理 就是一切一切 就是这个道理而已 此中义士及法 故随举一世 设法无尽 故前举 传凡等 皆言一切 所以不同大臣说也 此中彼因果者 如一臣说也 所以此中就是在一臣 一臣教里头呢 义士及法 这个士就是法 一切就是一嘛 所以呢 随举一世设法无尽 任何一个事项都有 都是这个一及一切 一切其一的这个道理 士及法 就任何一个事情 譬如说 这个船 这个帆 你看 这个七宝房柱 这个八宫得水 乃至一维成 都是同样的道理 什么道理 一致一切 一切其一的这个道理 所以以士及法 这是一臣教所讲的 任何一个法 任何一个事项 全部都是这个道理 都是这个法界原体的道理 所以以士及法 任何的事情 都是这个法界原体的道理 一致一切一切其一 重重无尽 这样的道理 所以 谁举一次设法无尽 那今天你以这个为臣 这个为臣 也设法无尽 你以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也设法无尽 你举这个椅子 这个船 这个帆 全部任何一个法 都是设法无尽 都是设法无尽 那如果以前面的 譬喻说 就是什么 帝王天珠 对不对 阴陀罗网 禁戒门 对不对 阴陀罗网 那阴陀罗网的每一个珠子 是不是随便 哪任何一个珠子 都可以显现一切 无穷无尽的珠子 对不对 阴陀罗网 所以呢 谁举一次设法无尽 目前举传凡的 皆也一切 就是前面讲的这个 文书菩萨的金色世界呢 一切传一切盖 这些 都说一切 任何一个事物 可以讲 任何一个事物 都是具足的 一切外表 所以不同于大臣啊 大臣是 义事显于义理 义事显于义理 那么 一称是任何一个事 都是显了 同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 一己一切一切心的道理 所有的事 都是同一个 所有的事都同一个 所有的事都同一个 同一个 一己一切一切其 而已 跟大臣 义事显于义理是不同的 所以不同大臣 说 此中比英国如一成所言 那如果要来讲英国呢 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读一成所说的 那一成英国说 那就是什么 说英一切因啊 说果一切果 我师父最后在留讲 这个一成说英国 就是说英一切都是英 说果一切都是果 好比说全水极浪 全浪极水 那水为英浪为果 那你说 你说水 全部的浪都是水啊 你说浪 全部的水 我都知道 所以你要说英 可以说全部都是英 你也可以说全部都是果 这个也是 这个一己一切 一切一切 没有分别的 没有分别 如果要讲英国的这个角度呢 也是一样的 就从一成法来说 好 这个就是脱式选法申请门 此为制作 好 那么我们十宣门呢 到这里呢 算是整个文的我们看过了 那我很快乐 还有一点时间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 我们看这个248页 245页 那应该 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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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烟十宣门 一开始 杜树德上的总是大义 他这十宣门到底要讲什么 重点在讲什么 就经过我们这样修学一下 不知道 245页 这两页 可以讲 全部就在讲这两页而已 那我看出来 所以主是很厉害啊 开中明义就把最重要的 脱式 脱式 贤法 那个贤法 那个法就是这两句 这两个 懂了吗 用很多的事情 来说明这个道 脱式 贤法 深解 哦 很了解开智慧了 最后一本就是这一回事嘛 对不对 所以 脱式 贤法 我们可以说 十门就是那个事啊 用很多不同的事项 不同的现象 脱式 贤法 来说明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一层圆起的道理 说明一层圆起的道理 所以 脱式贤法 这个法就是 一开头的这个总是大义的这两行 所以这两行非常非常的重要 可以说啊 这两行讲完了 十旋门就讲完了 因为 后面的只是用不同的事项 怎样 去说明这两行的道理而已 我们这样教一下 不是这么一回事吗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这样教科 是不是叫一吉一切一切吉啊 真的是一吉一切一切吉啊 这两行空了 后面十门就空了嘛 是不是 后面那十门 其实也是在讲这两行 这个一层圆起的道理而已 是不是 所以真的是一切吉一切吉啊 所以你看 但是呢 如果你只看这两行 你是很难圆满 为什么 因为你的智慧不够嘛 所以必须要脱式 对不对 必须脱式 所以诸目几道 非为什么 乌鱼后鱼 虽然这两行就结束了 但是还要继续看 虽然这两行就结束了 但是 这个 你看 没有继续修阅 你还是不能圆满 所以这个很妙啊 连他这个十门门架后也就是如此 好 所以这种是大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全部就在讲这两行 那这两行我们可以说就一句话 这两行就一句话 就是什么 一层冤起自体法界 就这句话而已 好 就这句话 只是 只是这句话呢 哇 很深啊 那他就开始来说 你就开始了 哦 这个一层冤起自体法界不同 大乘 二层冤起 但能离职长断诸破 池中够一级一切 不过不理如法不同 好 所以你看 他这里就简别了 三层跟一层 自体法界一层教法 跟三层的教法不一样 我们可以在十宣门的每一门当中 几乎他都会去做这个分别 有没有 哦 都会去做一层教跟三层教的不同 有没有 哦 你看 所以 真的叫做脱式行法称结 是不是这样 哦 还用很多不同的 啊 这些现象 来说我们这个道理 用很多不同的辟语 用很多不同的角度 这句话脱式嘛 不同的辟语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现象 这叫做脱式 弦法 弦法就是这个一层圆起 自体法界 这个道理 好 所以呢 这总是大概对这样 就是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 那其他的很多呢 首先我们这个之前修训过我们的一层讲 接下来呢 就是开始 比较重要的就是 它分为两大部分 就是一个是 举辟变法 一个是变法会 就是辟语 辟 辟 辟249页 从248页最后一段开始 248页呢 他说 辟原起者于中九二 还要了解这个法界缘起啊 辟变法呢 这就是实属 当然还有印象嘛 我们前面 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 从一属到实 再从实属到一 这个就是所谓的举辟 就是用实属这个辟率 来帮助我们了解法界缘起的这个道理 一 然后我们按一下一个一中实跟一即实啊 有没有 一就是实 实就是一 一中就有实 实中有一 为什么 因为这都是不为缘起 这些 这些关系 就是不为缘起 所以呢 一中实 还有一即实 一中实实 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 我们现在只是要复习一下 说到底整个实学们到底在讲什么 其实我们是讲 都讲过了 我们现在就是说最后在浓缩说 整个实学们到底讲了几个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他的那个法的部分 就是叫做一属原起之体法界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一属原起之体法界呢 接下来他就是开始用辟语 就是实属这个辟语 实属这个辟语 这个实属这个辟语呢 就是谈到了一中实跟一即实 实属 这个一些 把这样的概念 一中有实 实中有依 一即是实 实即是一 因为 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九八七六五十三 它是互相原成的 互相原成的 所以就一中有实 实中有依 或者更深就是一即是十 即是一 因为一跟十是互相云层 这个是之前我们讨论过了 他也有很多的问答在身边 那如果有兴趣 大家把我们去诗歌把它录一下 大家可以再去看 好 这是举辟 愿法 举辟 可以 我们还有印象 就是说用这个十数 再来 辟法 辟通 汇通于理 就开始谈了十学门 263页 263页 在这之前就是谈了这个实属的问题 属于他的辟运门 简单说辟运门 那接下来辟法会通于理 263页的最后一段 他说以下明曰法以会 就是他的第二个大章 就是有谈到这个实门 就是说 为什么叫实属门 最主要的就是实门 那就第一个什么 同时俱逐相应门 因佛罗养境界门 秘密隐显君臣门 到最后今天所讲的什么 脱式显法深解门 那这是每一门当中呢 就是从几个角度 第一个同时俱逐就是什么 这个相应无先后的角度 因佛罗养境界门 就是从辟运说的角度 到最后今天所讲的 这个脱式显法深解门 是什么 曰智慧而说 因为了解了 知道了 清楚了 就是智慧了 然后呢 在实门又再多实门 就变成一百门 再多十个就是什么 教义理事解行 乃至第十叫做随身 跟性欲 他这个是要 可以说就是为了要 实中又有实的意思 实中又有实 他又做出这个 十门又再加十门 就有一百门 那当然 这个只是他 他要去彰显这个实实无尽 实实无尽的这个道理 那事实上呢 最主要还是回到这个十门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 再很快的复习 第一个 两百六十九页的同时聚足相应 同时聚足相应 那同时聚足相应呢 里头就是说 这个教义理事呢 他是同时的 叫同时的 然后 两百七十 两百七十页呢 谈到的就是因果同时的这个说法 因果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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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聚足相应 就是第一个是十门同时 第二个就是他的因果同时 因果同时 因果同时就有谈到这个第一步跟最后一步 第一步跟最后一步 这个 所以呢 初步即道 道是果嘛 初步是因嘛 初步即道 这个就是因果同时 这两百七十二页 两百七十二页就开始这个 谈到这个初步即道 还需不叫后顾的问题 这个就是 这个因 既然因即是果 那还需不叫后面 还需不叫后面的东西 那这个都是我们讨论过的 但我只是说 复习几个 我们曾经讲过的 好 这就是第一门 第一门 同时聚足相应 再来两百七十七页 叫 因果罗网境界门 这个从批语而说 它是用的吗 因果罗网就是第四天的这个网 第四天的网呢 它是怎么样 如众境相照众境之 知影见以见以境中 如是影中复现中 依依影中复现中 及从中现以晨景 无境复以景 这个应该大家不难了解 就是这个 镜子呢 好几面镜子大家互相照 那每个镜子都可以照到某一个镜子里头 所以这个镜子里头又有无量无边的镜子 镜子里头又有无量无边的镜子 镜子里头又有无量无边的镜子 重重无境 就是这个因果罗网第四天的帝王天珠王 这个珠子里头有无量无边的珠子 用来比喻什么 一极一切重重无境的这个法界缘起 这个也是一个比喻 好这个因果罗网 当然就是屁股 从屁股角度 两百八三页第三门 秘密引险俱成门 那这个秘密 秘密呢 可以讲就是这个自体法界 这个自体法界不容易了解 所以叫做秘密 那引险 引险就是 引就是灭 险就是生 那其实引跟险都是在我们这个自体法界 在这个秘密的秘密的自体法界里头 那这里头他就提到了这个半跟满的问题 念环经 这个引险就是半字满字 那如果讲半字 半字险满字里 那如果讲满字满字险半字里 所以说讲半字 所以说讲半讲满 其实他是没有半也没有满 他只是随远的 这个随根基因缘 所以叫约远满 约远期 你现在面对的是 这个小层根基的 你就说半字 你遇到的是大乘跟一的 你就说什么满字 就说满字 可是这个法呢 其实这个法是不是半字也不是满字 可是他随缘就可以见半字 满字 那这个只是随跟险 其实 所以说他后来举一个月亮的道理 在二百八四页 二百八四页 二百八四页 中间在空中变者 不待所以不说 常伴常满 随险不可以憋实来 如果是大乘之前面 大乘 他说大乘是此方见半 而比变月性十五亏 在各个地方看到他是半月 在别的地方看到是满月 其实月亮并没有半根满 这个是大乘的错 一乘呢 他说常伴常满 常满常伴 隐险不别死 所以他是强调那个本体 强调那个半本体 大乘呢 还有强调他的月 那个现象 他的现象就是有的地方见半 有的地方见满 有的地方见满 若是一称呢 他说常伴之死就是常满之死 常满之死也是常伴之死 尹跟险都是同死 尹跟险都是同死 好 这是一层 这个也是我们前面讲过了 我们就 再点一下 给大家还去复习一下说 我们曾经讲过什么 有兴趣 大家就回去再看 再来第四 286 286页 唯性相容 安利 此曰相说 相 相 那就是有大的相 小的相 他说唯神是小相 金刚山这就是大相 可是呢 非相容 小可以容大 大可以容小 所以叫做相容安利 这个唯性就是说 诸相的这些差别 唯性的这些差别呢 他事实上是可以相容的 为什么 因为都是在自体法界 每一个法都是自体法界 每一个法都是自体法界 所以他当然是相容法 好像每一个浪 每一重浪都是整个大海水 对不对 都是那一个整个大海水 不可分各个大海水 所以每一个浪当然都是相容 这些就是唯性相容安利 好 再来 289 再来就越来越快 十字格法 所以你看他是不是叫做托式显法 有没有 托式用不同的事项 用不同的角度 用批域 用大小 现在用的什么 用时间 十字格法 就是用时间 那时间来讲呢 三字 三字也有三字 就九字 对不对 在九字大家一念 那就什么 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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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一念 而不思为十字 所以叫格法一成 所以十字 为一念 可是一念 也为十字 一极多多极 所以格法就是说 虽然是一念 可是呢 还是能够又说不通 一极多嘛 就显现说不通 那这从三字 来讲 就从时间来说 叫十字格法一成 再来第一个门 293 就刚才又讲到的 叫租障存杂聚格门 租障就是什么 那就是租度的意思 对不对 有六度 或者一切法门 那存杂就是 一切法门是一法门 叫做存 一法门是一切法门 叫做什么 那么杂 那圆容无碍要聚格 是不是 那这个 也是最近讲的 所以大家还有点印象 可以比较快 这个第六门 出障存杂聚格 在298页 第七 一极相容不同门 那一极相容 一路多多入一 叫做什么 相容 一路多多入一 叫做相容 可是呢 不失一多之相 体无先后 而不失一多之相 所以叫做什么 不同 所以叫一多相容不同 那这从理说 就从这个法界缘起的引力 这个道理 理体本来就是这样 叫做一多相容不同 好 好 这个是第七 再来第八 主法相及自在门 这约用 用的话就是三种世间圆容无碍 一极一切 无尽负无尽 三种世间的圆容无碍 这个众生世间 自正觉世间 还有国土世间 这三种世间呢 可以圆容无碍 然后无尽负无尽 以及一切 这个是从三种世间的角度 三种世间就是你可以用 你现在要去众生的世间呢 还是要去这个国土世间呢 还是要去自正觉世间 这个 这三种世间是相容无碍的 相及自在的 而且是从从无尽的 那这里头有讨论到几个 很重要的问题啊 就是一念成佛的问题 一念成佛 我们应该还有印象 在这一门里头 就是这个 三百一十一页这里头 这个 开始讨论到这个一念成佛 到底是久修此得 还是一念得 那三百一十三页 有谈到一念成佛 从小成来讲 小成来讲 事实上可以说是 没有一念成佛 这个道 这个说法 大臣开始有 一念成佛 然后有两种说法 但是 都不是很究竟 这都不是很究竟 那到了三百一十页 一念成佛 一念成佛 以后望出出念其十成 到最后一句话 所以他说 三百一十六页 信住等会各个言成佛 而父便其浅生 这句话很重要 虽然出发心 及神等真觉 实信实住 实行实回向 每一个位间 都成佛 可是这里头 有生浅佛同 所以你还是要理事圆容 蛮简单讲 这个我们也是讲过了 然后再来第九门 违心回转善臣门 此愿今后 这个才刚讲 一切都是违心所现 违心所现 心怀如法 所以善跟二 违心所转 善跟二违心所转 甚至他提出了 三百一十八一的 顺转逆转 顺转就是念悍 逆转就是什么 生死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到最后今天 我们最后的第四门 托世宪法 身解答 通过种种的事项 角度 道理 通过整个十玄门 通过整个十玄门 就是托世门 来说明什么 说明一层缘起 自体法界 这个道理 那 通过十玄门 这些事项 不同的角度 我们慢慢真正了解了一层 缘起自体法界的道理 我们就开智慧了 开智慧 圣洁了 开智慧了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十玄门 到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圆满 你看 佛菩萨持在本来今天要有台风的 对不对 这个最后一门 就是说 脱世闲法 身解答是第十名 然后我们就开智慧了 开智慧就是成佛 对啊 开智慧就是成佛了 所以佛就是觉吗 对不对 觉啊 佛就是觉者嘛 觉悟了啊 对不对 所以你说成佛不是什么 成佛就是改变你的知见 对不对 以前我们都是错误的知见 对不对 那现在变成佛的知见 法华经 也是这么讲 佛以一大事因缘 出现一次啊 佛者为什么出此 他为了一件事情 开智悟入 有没有 开佛之见 适佛之见 悟佛之见 入佛之见 就是要帮助众生 成为佛的知见 所以学佛修行就是在 转 转这个知见 所以 托事 显法 升紧 你的知见 转过来 就是这么一回事 知见转过来了 那也就是回心回转啊 不是吗 对不对 这是七个道理的 一个道理 所以就成佛了 佛跟众生 一个是谜 一个是觉 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学佛 不是要从谜变成觉吗 就是 众生的知见 变成佛的知见 以前都是执着有无嘛 以前都执着有无嘛 执着得失嘛 现在知道了 不动本处而骗十八 对不对 依疾欠欠欠疾 怎么会有得 会有失呢 怎么会有有跟无呢 那都是虚妄界嘛 那总生就在这虚妄界里头 不断的执着 不断的虚妄的落入甚至 那我们现在知道虚妄嘛 好像知道了 那全部是一场梦 不要再去执着那些梦 你就醒了 结果就这么一回事而已 对不对 好 那有什么问题吗 那当然实际上这样 那叫我们见诚法 你说 念佛往生西方 这是执着吗 念佛往生西方怎么样 是执着吗 有西方 当然不是执着啊 有西方啊 有东方西方 对啊 现在是怎样 现在是花开见佛 对啊 是无生 是啊 所以无生 所以 所以你那个 也是一种虚妄的念吗 怎么会是虚妄的念 现在是怎样 因为众生呢 一下子跟你讲 不要落入 有有 不要落入 对不对 刚才不是讲吗 有无都是虚妄见嘛 对不对 不要落入 有有不要落入 对不对 但是其实你又落入一个什么 不落有无的那个虚妄见了啦 听懂这个意思吗 哦 哦 简单讲 为什么你上次讲说 啊 这个虚 这个 什么不落 不请一念 不请一念 为什么罪过如虚妮 为什么 其实他还是落入了一个什么 虚妄见嘛 不要落入无嘛 不要落入有嘛 可是其实你还是落入一个什么 虚妄见了一口 但是你还自己不知道 他真的答你是谁啊 我跟你讲 答案没有一个真正的 禅宗 并没有那个 禅宗啊 话头重点不是答案 因为如果是有标准答案 那就 大家咚咚一下就开户了吧 我也是这样觉得 禅宗没有真正的答案 你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蚯蚓 蚯蚓砍一半 佛性在哪里 答案 答案是什么 答案不就是有 还是无 还是非有非无 还是有 如果有答案就会有像 如果有答案就会落入了什么 概念 懂这意思吗 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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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破下 他那个说的是三话头 是你整个地方的 源头是什么 对 那只是把你取移情的东西而已 对对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说答案 就是说 答案呢 其实就是 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没有 我们在世间考试 问答都会有标准答案 都想要有答案 对对对有答案 那已经不是第一念了 那是后念 那已经后念三念四念五念 不知道几念 对 所以说 禅宗 禅宗念佛是念到什么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往生西方叫生而无生 无生而生 所以也是不能执着 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 对但是现在你 你讲不执着 你做得到吗 有的时候你是以为你不执着 其实你还在执着之中 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说 因为如果说这么好修嘛 真的 就真的也不需要什么进土房 但是 好好去看 真的是说几个人成就了 我们现在 你看那个什么 那些 佛外道 每个都觉得他成就了 而且每个都 福重都那么多啊 对不对 每个都他佛 都佛了啊 你看都这么高 这么大 所以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都是 怎样 自己明明他就是已经 落入了错 错误之间 可是他并不觉得 所以现在很大问题 有时候 你自以为你是对 其实你是错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依照经论 为什么一定要依照祖师 现在的人 你看 你现在看到佛国外道的 庙什么的 庙什么的 对不对 赞叹师父的 感恩师父的 人多的不得了耶 对不对 他两部车子 我就可以把我的那个庙盖好 真的啊 他两部车子 我就盖庙就圆满了 可以盖很多很多 对啊 那他也讲出什么东西来吗 没有他的信徒就两句话 是不是这样 大家都觉得他成就 他自己也觉得他成就 真的吗 所以现在的人的问题很大 为什么说末法很可怜 就是这样 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他都是有敬意的 不是有敬意的 对啊 那这些人不看经教 哪里懂呢 不在自己法界整在有 不能做 对对 自己好像打打做自己 参一参自己怎么样 好像有一点感应 有一点感应 又有点能说善道 然后再利用一点 我们说就是一些心理学 还有应用一点组织 组织啊 他那个组织也很厉害 就退了 就不得了了 组织啊 你知道那老鼠柜啊 什么会 就是 那个直销 其实那个就是 听他们讲 有点像直销一样 的那个做法 所以说真正去深度精湛的呢 全销心理学 现在有几个 你看为什么我把我讲的 讲的这样 没有几个人 大家对真正的东西 没什么兴趣啊 大家对真正的东西 还没什么兴趣 我对有点感应的 那feel不错的 那个feel不错的 还有组织 又让你觉得好像对了 就这样子嘛 那你真的东西呢 这东西要花时间啊 要用脑筋啊 要去修 然后呢 障害又很多 对不对 为什么说这条路 那么人少 末法时期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说才会说 这个为什么最后的组织 还是劝我们念佛 就是说实在是太容易走偏啊 太容易走偏 太容易自己的事 那进入管 那三根虎辈 根基很差的 反正念佛 你执着有 还是可以往生嘛 那你讲生的 于己一切 一切即一啊 你不能落入断面啊 对不对 你不能落入断面 离长离段 有没有 刚才讲的自体法界 不是只有离长离段 要离 甚至他离一切过 所以一期一切一切即 阿弥陀佛就是一切佛 一切佛就是什么 阿弥陀佛 如果你真的了解这道理 那你念起佛来 自体法界以 阿弥陀佛就是一切佛 一切佛就是毫无欠缺啊 你看都不了解 华人的道理 来念佛 最有差别 念佛就是一切法门 一切法门就是 对阿 存杂俱德阿 对不对 所以你都还在分别 哪一个法门 哪一个法门 那其实就 没有都一成了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说 法门里面的真实得利 还有灵命忠实阿 这个就不是开玩笑 还生个病 或是脸稍微长东西的时候 你看是不是可以说 心不过来无忧恐怖 没那么简单 我们身体 你看我最近也是 有点好像也会过敏 有些吃了一些东西 就觉得说 你说无硬皆空 是无硬皆空 道理是这样 没有说问题一样 还是很有 分别人的时候很痛 不分别人的时候就不痛 对阿 问题就是说 这个灵命忠的时候 你讲的那些 说残残的道理 你要是真的可以得利 那也没有问题 可以的话 那是好 所以怕说境界来的时候 你不得利阿 苏东坤也是打坐做得不错阿 然后一屁 就在打过江 对不对 就是说 没有境界来的时候 好像是不错 可是境界先前的时候 事实上 功夫是 一下就被打掉了 所以说 不要错认 就是怕的错认 怕错了自己以为 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 那么多的主持 最后劝我们 老实念佛 有他真的道理在 他真的道理 好 那我们就先下课 那时宣门圆满 我们做个回想 愿意此功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